我呢,去哥哥家,比如說小寵物啊,也彌補了我一點 他家收養了一隻流浪狗,已經很老了 又龍又蝦又養 可是他聞到我的味道,他還記得,我久久回去 因為那個狗啊,因為又龍又蝦又養 過來,過來,他就聽不到 他以前還看得到就聽不到 怪不得人家丟掉回藥 所以我們就說他有點笨 後來這個狗就叫笨蛋 笨蛋,笨蛋一隻叫 我聽不到,我才發現,哎呀,他有缺陷 後來現在很老的時候,你們都要抱抱他 我就抱著笨蛋,笨蛋 他們感覺到,太笨蛋 在我身上就很開心 我就摸摸他,給他撈撈癢,好開心哦 那抱完了清完,然後跪下 發現一個畫面,嚇我一跳 我哥哥在打電腦 也沒有穿襪子用腳在摸他 還要趕快去洗眼 今天怎麼這樣子呢,因為腳摸狗 那狗就是狗,太沒誠意了 要把他抱起來 所以今後呢,我就過得簡簡單單 從今天開始,我就要過著很簡單的生活 慢活 但我的心中呢,還充滿了不舍 以及永遠記得的,都是觀眾朋友對我的好 好 好